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我想呢在公共工程 我剛剛講到現在有些聰明錢 已經從這個 從這個電力股裡面有些測出來 當然有些不會測來 因為像你看這一次 老實說我認為中興店 我想是少數的電力股裡面 算比較便宜 他們可能 最近可能反而是前一波 賣在高點的人 現在看到中興店站穩的100元之後 又回來買會有這種情況 那當然呢 這種比較喜歡買中低價位的股票 我想呢我們跟大家講到就是 這些公共工程股啊 可以當作存股的一種 因為其實當時在做 這個所謂的重電視君子的時候 我也是建議大家當存股 你去買視電 你去買中興店 你去把這個華城買起來 當作忘記了 如果你忘記到現在還沒出的話 哇你賺翻了對不對 2019到現在 你2019年去買台積電 到現在你沒賺那麼多啦 2019年台積電200多塊 對不對 現在你說快600了 兩三倍 華城市十幾倍 中興店十幾倍 市電至少也有五六倍 所以呢 這個如果說會不會 這個重演這樣的情況 這我不曉得 不過也沒有 也應該也沒有錯在於說 公共工程是最近以來 最主要的課題之一啊 你去看到 我們就講這幾檔股票就好 如果你選中低價的 像建國工程嘛 它的淨值是14.99 這個億我不小心打進去的 是14.99 不是億啦 這個 未完工程有280億 這三年政府標籤 它標的沒有多少 是47.65 不過它主要是在做廠辦 做這個公共工程啦 住宅只剩一點點 因為住宅你會擔心說 這個如果說賣不好的話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降低住宅比 降低很多 而且這一家公司啊 過去呢 石門水庫 真文水庫 建國工程者耶 所以能夠做到這麼大的工程 這是一個非常老牌的營造廠 這個比我爸爸的這個1982年 早成立很多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我出生的時候 這個石門水庫跟真文水庫 已經建好了 建工啊 對啊 早就建好了 所以這更早之前 這是超級老牌的大營造廠 然後呢 而且為什麼要講這檔股票 是因為它導入的是一個先進的科技 包括智慧科技跟先進工法 一個所謂的鋁模工法啦 也在兩岸取得36項專利 而且連續22年配發廢花鼓勵 一共呢配了24.14元 現在股價17塊多 它光這20幾年配了24塊錢 表示說它是一個非常穩健 你看嘛 22去除以24.14的話 緊張差不多破幾塊啦 對不對 所以就算你現在股價來算的話 它殖利率應該是遠超過5% 這就是其中一檔 第二檔呢 其實這公司我們講過 其實我以前跟大家講 得昌的時候都二十幾塊 它今年一度漲到八九十塊 漲得非常誇張 因為它今年獲利非常好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它不會只有今年獲利非常好 它接下來獲利都會非常好 因為它手上的案子啊 標案多到爆炸了 怎麼多到爆炸法 這家公司喔 前9月的新接案超過100億 然後呢 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有一個數字給大家看 對不對 它的股本是裡面最小的 它股本只有11.3億 但是它的未完成的工程是473億 那這個有這個分析是分析說 用它的營收來算的話 它未來三年 一件工程都不用標 它也能夠活得好好的啦 真的是真的是很厲害嘛 對不對 473億 而且它做什麼東西 投資朋友 它叫做金 它是軍工股啊 我今天講這個 給那個王伯伯說笑都笑死 說軍工股 有沒有做軍工股 真的是有耶 它做空軍P003統包工程 這是一個 這個清泉鋼機場的抗炸機庫 也就是說這個機庫啊 它可能是空還是 那個磅數比較多或怎麼樣 就是炸一段炸下去的話 不會把它炸開來 它做抗炸機庫 所以你去選擇 這個做無人機的這個雷虎 還是要選擇做德昌 這個你自己去選擇 這我無法去跟你講什麼 但是當然成交比較小一點 可是你要知道 現在股價大概70多一點吧 但是我認為 這哪一天到100塊 這都說不定了 這很難講 那另外一檔的是 我們有講過的像是潤虹 其實潤虹也更厲害 潤虹幾乎每年獲利都10塊錢 而且它很願意配息給你 這邊大家也跟大家講到過 對不對 它這三年平均每年配了9.73元的股息 也就是說它的殖利率 比德昌還要更高 德昌大概約5%到6以上 潤虹大概10% 那所以如果在這個 應該說如果你在這個操作上面的話 你可以 應該說可以搭配啦 你就比如說 工信搭配 搭配這個 搭配這個建國 建國搭配潤虹 我想潤虹搭配德昌都OK的 那潤虹厲害在哪裡 潤虹本身啊 它的總研發展叫做營燕良 不過我幫大家查過了 聯報上查不到這個職位 就是類似 他可能就是在裡面 他就 因為很多的專利都是他的 所以他開會都去喔 然後他的主攻是叫 複合玉柱工法 也就是說 他像他的建廠房 像堆積木一樣 我旁邊已經堆好 直接把它堆進去就好了 潤虹他蓋的房子 口碑都不錯啦 非常好 尤其是廠辦 我記得沒錯的話 他幫群聯蓋廠啊 一年多就蓋好了 很厲害 因為他是玉柱工法 他已經弄好旁邊 然後這樣堆積木就堆完了 然後目前未完工程 他是主要的工程都是高科技廠房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不用擔心說這個 這個名這個 應該說換儲不得不好 但是他有蓋一些換儲啦 就或者是不知道跟商場 就是跟潤泰合作的 他大概有合作一個 南港的案子 大概200多億 還沒算在裡面 這還沒任列 那他本身有650項專利 然後有部分是無償開放 我給大家貼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一筆孤金啦 這個東西他是無償開放給大家 就是過去的鋼筋的一個 應該說鋼筋的條啊 他要分成五到 應該說分成五個 五個鋼筋把它纏在一起 因為你可能沒有感覺 但是我 其實我們小時候 常跟老爸跑工地啊 這每個鋼筋其實呢 要中間的一個接點啊 每幾個接點 就要拿鐵絲把它纏起來 那上一次在921到的時候 大家發現到 因為很多接點都沒有鋼筋纏 所以它的一個結構啊 非常鬆散 但是潤泰用什麼東西 潤泰它的一個 應該潤紅的施工方法 叫一筆孤 它直接用機器壓好 它一體成型全部壓好了 你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工 不過這個 應該說潤泰紅啊 他已經把這一個 應該說這個專利 它開放給大家使用 對 它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其實是它 據說是營業糧發明的啦 那自己發明的 所以給大家使用 你看就不需要像 我在小時候我們看到那個 這個五條鋼筋在那邊 綁鐵絲什麼這邊 它也不是說每一個接縫 都要把鐵絲綁起來 像有要綁 要綁四隻還是 我記得我沒說 要綁四隻還是五隻鐵絲就對了 所以它可以快速建廠的原因 就在這裡 預註嘛 對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比較貴 它結構強度提高1.5到2倍 但是它成本增加了多少 15到20%而已 所以還是比較貴一點 但是它的技術就是非常非常強力 而潤泰是潤紅事實上 在過去16年配發了76.4元股力 它幾乎每年配10塊 很嚇人嘛 其實德昌也不錯啦 德昌連續29年配發52.8元股力 德昌也不錯只是說 它配稍微少一點 但是潤泰跟這個德昌的好處在於 它的ROE都是23% 台積電多少%你知道嗎 不知道 二個 所以 所以我會跟投資者講 以我的看法 其實我一直都不建議大家買台積電 但是王伯很喜歡叫大家買台積電 王伯號稱台積電戰無不勝嘛 對不對 每次都贏 但是如果是以我的看法 我認為純股 不管是公信 建國 德昌 或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潤泰 我覺得投資者 倒是都可以值得去留意 其實那如果說長期持有 就像李幻你剛剛講的 那其實有的都已經快零成本了嘛 對啊 沒有錯啊 而且不知道這個德昌 我記得幾年前 現在那個博說 叫我們不要講他名字那個博 喔 那個叉叉博 就是順心博王順興喔 他說不能說他的名字啦 唉唷 你不要害我啦 他說不能說他的名字 不能說他的名字 人德昌早就存到零成本了 喔 他存了多少年德昌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那我們就不多講 因為還有別的項目 小鐘今天把我們帶來的是 應該Alix啦 我們講英文比較高級一點 Alix今天把我們帶來的是哪一檔 好 我今天要講的是叫寶達 寶達實業3537 那這一檔其實 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一點 沒有沒有 我們都很熟 哈哈哈哈 這檔也是純股的 對 因為這一檔就剛剛像李快講 他其實也是一個純 純股族非常看好的一檔股票 那其實我有稍微算過 就是他的純股 其實這大概這10年以來 他平均的殖利率可以到7到10% 所以這個也是媲美比金融股 還要更好的一個純股 而且他股價波動並不會很大 所以就變成說 純股族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而且他很敢給席 很敢給席 像去年 前年 他其實就賺三四塊 他配股都可以配到兩塊五到三塊 所以幾乎把賺的都可以配出去 那這一檔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問題是他現在就是最近有稍微比較紅的原因 就是他是做所謂的Panasonic的代理 那譬如說很多的主被動元件 其實都是從寶達這邊代理進來 那代理之後呢 那其實會有什麼 會有一些大廠會去跟他拉貨 像我剛才提到最近 漲很多什麼洪跡、廣達、P型 因為他們這些不管NB、PC也好 伺服器也好 都需要用到這個主被動元件 所以很多的東西都是跟寶達在拉貨 那因此也稍微 對他的股價也有一些激勵 那另外就是說 他前三季的合併營收 其實非常不錯 已經來到二十幾億 那稅前也有2.61億的稅前淨率 那年增46% 稅後淨率有2點多億 那變成說他EPS去年 去年更好 去年有到快4塊錢 3.97 那今年可能稍微少一點點 不過當然第四季還沒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預計應該 也是會超過去年的一個獲利 那據我這邊稍微就是有跟那個 裡面的財務長稍微聊過一下 就是說今年就是第四季出來 他們認為就是獲利應該會比去年更好 對 那另外就是 今年到年底了嘛 那明年開始第一季 它為什麼表現會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一般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權力金入帳 Personic它都是第一季會把這個權力金 會打給寶達 所以就變成說它的營收通常在第一季 或是到第一 有時候會延續到第二季 所以它整個股價來講你可以 等一下我會看到那個月線 你會看到它前面一、二季的走勢會比較好 來看一下這一張 我特別把這個寶達的月線圖給調出來 那你看到這個藍色線就是每年的第一季 所以從2018、19、20、21、22到23 你看它的走勢你看就很清楚 每年第一季就開始怎樣 斷爪就往上拉 19就斷爪就往上拉 那你可以看一下左下角整理那個表 所以你看它1到3季的漲幅 從2018、19到23年 其實它漲幅都有10幾到20% 那後面假設有更爆發的話 你4到6月你看有的有50幾% 還有40幾%的漲幅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純股來講 或者是它的爆發力來講 如果你覺得說它是一個不錯的投資潛力 那我認為就是說第一季 第二季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切入的一個事 根據那個Alice統計的資料 那個不是很多那種網紅喜歡送那個什麼 什麼第一季避長股 第二季避長股 所以這一檔就是第一季避長股 所以你看喔如果按照過去的統計資料 你就是第一季就開始一拉就三個月 然後四五六又拉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你就說 如果你覺得說它都是緩慢不動 那你至少可以投資它第二季的股價 我期待會有一些漲幅 我剛才看上一頁 上一頁我看到它的那個什麼 我看一下我嚇一跳嘛 對不對 再上 再上 人保最近標翻了 大家在講那個翁中斌總經理嘛 40塊以下不退休嘛 然後現在大家都在敲碗嘛 因為40塊了 就是看翁中斌總經理要不要退休嘛 不過我是認為啦 我認為也不用退休啦 那股價繼續漲就繼續做嘛 紅機 紅機剛才李快講過了 標翻面 本月漲了50幾% 對對對 光達 光達也開始動了 所以它的主要是人保紅機管達 它的大客戶就是都會跟它拉後 對 它供應鏈啊 那如果目前看起來 對這個市況是正向的話應該 沒錯啊 所以我們就認為就是說 它接下來第四季的獲利就超越去年嘛 那接下來第一季就像我剛才講的 全力金又進來 然後拉後又持續暢旺 所以我們就期待它第一季 甚至到第二季都會有一些好的表現 那還有這個轉型這個 那轉型這個就是告訴各位 就是說它其實不是只有專注在這個主被動元件上面 那其實它也去積極去跨越 現在做醫療生技非常的紅嘛 所以它現在除了這個綠能來講 它有去幫助一些大廠 去協助去改善它們的這個一個成本 所以它會去有一個所謂的CO2的一個變頻的熱狗 那這些東西都是你在半導體建廠當中需要去建設的 那如果你用了它的設備之後 你相對來講整個供應的那個 就是電的那些成本啊 這些耗能的成本就會相對降很多 所以就變成說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持續在跟這些大廠在做建置跟合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一直有在做所謂的 幹細胞的自動化培養的設備 那這個東西其實 因為我們不是 就是說說真的 對這個醫療這個東西 個人不是說那麼深入了解 不過我們要了解到就是說 它這個自動培養跟我們過去用手動培養的那種情況是不一樣的 它現在是整批可以大量出的 所以它只要做好一個設定之後 那整批的大量出貨 而且它是怎樣 它會把這些設備做到自動化 那變成說你在後續 你在擴增它的量能的時候 會比以前的快速很多 所以它只要做成一兩樣的產品之後 它整個來講 那當然它也是希望就是說 以它這個技術 那未來去加以我們那個國家的那個生技的一個團隊 所以變成說 整個來講它有慢慢的往這邊轉型 那剛開始可能就是那個 它比例慢慢的從10% 20%緩慢提高 那我們也期望就是說 上半年可能是藉由它 前面這些主被動員間這些拉貨漲漲一波 那下半年我們期望它在跨足這些綠能 然後生技醫療產品 希望它有什麼樣 後面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我想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其實這個我看到這個報導的時候我想到 其實今年有一些公司 其實做真的它大範圍叫什麼 它是做通路的對不對 對 IC通路 這個今年做IC通路的股票 至上 大連大 至上 還有那個很離譜的文業 這三家公司的最高本益比 都快30倍 沒錯 非常離譜 保拉本益比幾倍 應該10倍還不到吧 對啊 我是稍微看一下前三季3.91 因為它都 今天今天雙版 對 今天雙版40塊 對 40塊上下嘛 那已經站上40了 對啊 所以 老實說 這個 以最近通路股拉成這樣 當然那些通路股拉成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 929嘛 929把很多公司拉到一個很不合理的股價啦 說真的你再去追智商去追文業去追大連大 我認為 不用看了 對不對 你還不如看這種比較中低價位的這種通路股 而且它是穩定的配股配息 對啊 7到10%的這個殖利率 說真的跟我剛剛講那個什麼 那個潤紅超多 潤紅是每年10%啦 對啊 潤紅多少錢 潤紅一支 一支百 115啦 這個一支大概40塊而已嘛 對啊 所以我想 當然這些布局上面的差別 請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因為其實老實說 這個小鐘真的是很少看我們頂尖對談 保達老江很喜歡 老江超愛老達 而且老江每次都告訴大家 你就是 買著放著 買著放著 當中忘記了 對 比你純金融股好太多太多倍 不要說跟金融股差不多 金融股沒那麼好啦 拜託金融股超級爛的好不好 所以這個 你看到他是賺多少 你得罪不少人啦 很多股名是純金融啦 金融股賺三元配一塊五 而且他就是賺三四塊拿三四塊出來配 他全部拿出來配 他幾乎配到九成八成以上 所以 當然為什麼老江喜歡這檔股票 我想不是沒有原因 而且剛剛我們提到的 因為現在通路股的 已經水漲船高了 而且他這個 組隊動元件又供應給這些 以前大家都看不起人保 對不對 翁中斌講四十塊你覺得 我聽你咧 我聽你咧 結果人家已經真的看到了 以前你也看不起英業達 英業達今年二月份 三月份法說 我們今年一路成長的時候 那時候股價多少 三十塊 超扯的是華泰嘛 華泰那個大家也是沒有想到說 華泰有幾塊每個人都在講 我今天猛然一看剩五十四 不過五十四也很厲害了 我印象中華泰都各位數了 對啊 那就回到這個 最後一點時間就是 王柏這檔股票 王柏的老朋友 老朋友齁 洪捷克啦 對洪捷克 不是黑捷克是洪捷克 那這檔股票 黑捷克死了 是喔 就是專欄作家過世了 真的喔 過世好幾年了 好啦 你也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 平安健康 大家平安健康就好 新年快樂齁 好 這個洪捷克其實我是覺得啦 因為我最近有看了一些法輪的報告嘛 然後大摩 大摩是非常看好他 而且大摩把他的目標價看到180啦 那會不會到 當然要由市場來決定啦 不過大摩裡面也寫得很清楚說 主要什麼 主要就是那個所謂PA的那個附輸 那PA的附輸當然跟 包含像手機啦 或者是相關的那個裝置的那個成長有關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這檔股票大家也可以留意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找文貌 也可以去找全新 那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如果我去看那個營收 然後看那個第三季的獲利 我覺得這檔股票反而大家可以留意啦 那他當然是台灣的那個PA的那個領導廠商 那這檔股票現在中美已經是最大的股東 中美已經是最大的股東啦 那當然有所謂的父爸爸父媽媽嘛 那當然對他來講 如果景氣又上來 產品又開始的話 那當然對他來講 就那個營收獲利就水漲船高嘛 那主要的產品就是PA啦 然後Wi-Fi 6跟Wi-Fi 6E啦 那他的客戶有誰 有Skywall 有那個Microchip 有那個三星 然後還有那個利基啦 因為利基 最投機的利基 不要說最投機 人家Wi-Fi 7 Wi-Fi 7 人家前三季賠錢耶 這股價店長翻了 股價標翻天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啦 這些相關的那個產品的話 當然 手機就不用講了 因為智慧型手機 從那個所謂4G到5G 其實用的PA的量就是一倍嘛 那現在5G滲透率是大幅的拉高嘛 因為 你也是用5G吧 對啊 我也是用5G嘛 現在就是大家都用5G了 連老江都用5G 連老江都用5G 他一直在講 他把那個 他的那台手機說要 換的要比你那個 換的換的換的 iPhone更高檔 比我便宜啊 我比較貴好不好 我買很貴 我買多少 512G的啊 你買512G的比較貴 我是買五萬多塊嗎 沒有 反正他就走進去說 把你們那個最貴的Enjoy 就拿一個三星Ultra出來給他 比塊是iPhone Pro Max是不是 對 512G 對啊 因為你是有在拍照 所以你那個錄影拍照 你那個當然要 記憶體要大一點 那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當整個一個產業上來之後 然後那個用量 因為5G現在滲透率一直拉高嘛 那那個用量越來越大 其實PA這一塊已經 已經什麼 已經開始就往上了嘛 然後現在什麼 現在就是Wi-Fi 6 Wi-Fi 6E 然後要往Wi-Fi 7嘛 那當然有一些Wi-Fi 7的題材就會出來 Wi-Fi 7的題材就會出來 然後他就是什麼 就跟客戶合作 要加速Wi-Fi 7的那個研發與佈局啦 所以我認為啦 我認為其實這些相關的那個廠商啦 特別是零組件的 通常怎麼樣 通常漲起來的時候 都很快樂啦 那通常跌起來的時候也很快樂啦 那當然我認為現在趨勢是往上 趨勢往上 這檔股票大家就可以留意啦 好 我想今天大概跟大家 談到這裡 但下一次見面已經是過完年後了 所以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而且我們提供其實今天老實說 我跟Alice所提供的 這是比較適合存股 然後這個 投機嗎 不能說投機對不對 配合著明年的手機附屬 大家不要忘記 明年除了AIPC之外 大家都忘記了 其實是AIPhone 現在聯發科還有現在高通 已經都有AIPhone的晶片了 聯發科是天機9300 8300 高通是這個 驍龍8這個第三代 GN3 所以這部分呢 其實在明年呢 事實上當然明年會不會 蘋果也有把他的手機導入 深層式AI 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 蘋果的特色是 我們要第一個推 但是我看你們推了之後 我也要推 所以折疊好像也要出 對 折疊看起來是要出 不過今天很有意思 今天傳出一個消息說 這個華為大坎三層的折疊手機的一個訂單 不過我已經幫大家確認過了 假的 假的啦 假的 但是呢就是有人想要把 趙立啦 把富士達的股價灌下來 把新興股價灌下來 那我覺得 拉回來是找買點啦 當然我想首選可能還是 富士達嘛 因為富士達摺疊最厲害 我是聽王波講的是不是 對對對 摺疊最厲害 可是當初 富士達的報告是你拿給我的 我們是看 我們是看原大報告的 然後呢這個 新興其實是 Notebook的軸城佔比第一名 它的市佔率百分之十八 所以哪一家公司說 它軸城市佔率超過百分之十八的 都不可能 因為新興第一名 那當然等到蘋果要推折疊手機的話 它最有可能合作對象 不是趙立不是富士達 是新興 可能啊 當然投資本可以了解到 當然這個應該說 歲末年中 很多公司冒出一堆 有的沒有的這個利空 有些人是想要利用低檔來吃貨啦 前幾天那個齊鴻的利空 結果你看到齊鴻今天股價收盤 沒有記錯的話 12月的最高點 對不對 所以當然要少一些 真正方向對的 那你退而求其次 對不對 我們剛剛跟他講 聰明前在買什麼 在買公共工程股 對不對 那你在退而求其次 安全的像類似像寶達 對 再退而求其次 我反正推到最後 就是洪捷科 洪捷科嘛 對不對好不好 那我想今天的這個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有超好順利 拜拜 拜拜 並自負投資風險